各位好,現在要介紹一個樂器叫做Sudo 我要說明這個Sudo的一個基本演奏方式 首先Sudo這個樂器它是來自於巴西 是巴西的傳統的節奏樂器 通常會用在Samba這個音樂裡面 所以今天要介紹這個Sudo的演奏方式 其實是為了Samba的節奏來做一個鋪陳 我們先理解Sudo怎麼樣運作 會更知道在爵士鼓組上面怎麼樣演奏Samba 那Samba這個節奏又會關係到Bassanova這個節奏 所以課程會是一脈相承的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一個落地鼓 我們說Floatom 它的結構跟Sudo非常的像 聲音也可以說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在網路上找到這樣的圖片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手上沒有Sudo Sudo有些會有腳架 有些是背帶身上 就像是一個背帶身上的落地鼓 那你在練習的時候也可以用落地鼓來做練習 效果會是一樣的 首先Sudo的演奏方式 它會以右手來拿鼓棒 左手是以手掌來演奏 就直接打在鼓皮上面 另一手是配合鼓棒 通常會以有棉頭的鼓棒來進行演奏 我手上拿的這個還不算是非常的傳統的形式 比較傳統的形式那個棉頭會更大 胖身會更粗 比較像是在交響樂團裡面演奏大鼓 比較大的那種棒頭 現在我要介紹第一個Sudo的節奏 應用在Samba這個音樂裡面 我的示範是以四拍為循環 在One的時候 左手的手掌同時悶住鼓皮 然後右手用鼓錘敲擊 在Two的時候 左手離開鼓皮 然後鼓棒同時敲擊 你會發現這兩個聲音不一樣 第一個聲音是悶住的 第二個聲音是放開的 Open Tone 左手的演奏動作 可以用整個手掌去貼住鼓皮 也可以用手指 那就看你個人的喜好 以及對聲音的感覺來決定 對於這種比較大尺寸的鼓足 鼓棒的敲擊 通常不會敲在正中間 會稍微偏旁邊一點點 但也不至於到靠近鼓框這邊 那這個音色的不同 你可以自己去感受拿捏一下 我們現在來第一個基本節奏 在One的時候是這種悶住的聲音 Two的時候是放開的聲音 Three又悶住 Four再放開 我現在做連續動作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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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會在第四個時間點有一個敲擊聲 所以會是 1-e and a 2-e and a 3-e and a 4-e and a 那第一拍由於我還是要一個悶住的聲音 所以會是這樣子 a-one 第二拍要放開的聲音 a-two a-three a-four a-one a-two a-three a-four 連續的話 one two three four a-one a-one 再來是另外一個基礎節奏 這個節奏跟我們在爵士鼓上面演奏的形式就有相當大的關聯 這個節奏的形式是這樣子的 右手打在每拍的第一點跟第四點 1-e and a 2-e and a 3-e and a 4-e and a 1-e and 2-e and 3-e and 4-e and 1-e and a 放開的時候是在 2-e and a 4-e and a 2-e and a 4-e and a 2 & 3 4 1 & 2 & 3 & 4 & 1 & 2 & 3 & 4 & 這個動作要跟右手一起搭配 會稍微有一點困難 需要多一點時間練習 我現在先做一個很慢的示範版本 1 & 2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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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速度快一點 1 & 2 & 3 & 4 1 & 3 & 4 & 現在我要進行Sudo的第四個散把節奏 這個節奏在第一拍的第14點 是用手掌來演奏的 他要的是一個悶音的感覺 所以第一拍我會用手掌先悶住骨皮 在第四點的時候用手指輕點骨皮 點了以後 同時手離開骨皮 所以是這樣子的 1 & & 2 & 第三拍也是這樣的動作 3 & & 連續的話是這樣 1 & 2 & 3 & 4 & 1 1 & 2 & 2 & 3 & 4 & 1 & 2 & 3 & 4 & 再來是右手的部分 右手在第二拍會演奏兩個open tone 就是在手離開骨皮的情況下 打兩顆八分音符 5 等於是打在四連音的第1個點跟第3個點 2 & & 至於第四拍會演奏在第四拍四連音的第1 第2 跟第4個點 分别是 4,E,N,R 连续的话是这样子的 1,E,N,R 2,E,N,R 3,E,N,R 4,E,N,R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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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搭配左走的动作一起进行 我把速度先放慢一点 1,2,3,4 速度再快一点 1,2,3,4 1,2,3,4